佔領中環 在8月31日晚 在天馬公園啟動一系列和平擴命行動 有數千人出席 在大會上 學聯秘書長周詠康發言前 一度情緒激凍 感到現在的大學生 仍然和30年前的一樣 繼續爭取民主 30年過去 我們這一代的大學生 導致大學 但我們依然是爭取民主政制 當我見到KM他說 很感謝年輕人 走在社會的最前線 我是覺得很傷心 這30年來 是浪費了幾多年輕人的精神和心靈 我們今天 所有香港人 我認為其實都是要站出來 就是跟他們說 你這樣侮辱我們 但我們是不會應命的 同日下午 在全國人大代表常委會 通過特首普選辦法 辦法中列明特首候選人 須得到過半題委會提名 並只能夠有兩至三名候選人 比以往的特首選舉 有更多限制 而現時為人構病為小圈子的 題委會 將會沿用到未來的特首選舉 有參加集會的港大同學 只對此選舉辦法失望 最失望不會是中央政府 去扔一個怎樣爛的方案 反而是政府之前有承諾 是有商有糧去政改的諮詢 但是turn out他諮詢完 其實那個方案比民建聯 2400人更加差的時候 你會總失落感 港大評議會時委會成員 亦表示將於9月1日 舉行罷課聯合會議 討論以罷課作為抗爭手段的細節 第一次在港大的罷課會議 都會有不同的屬會 他們的同學 甚至我們都很歡迎 基本的會員 都來到去和我們一起談 究竟罷課的安排會是怎樣 集會完結後 何文思潮帶領集會人士 到灣仔軍月酒店 向大港出席政制簡介會 的人大常委副秘書長 李飛示威 李飛車隊經過時 並未理會在馬路上近千示威者的虛聲 開批政 何文思潮 Saying 在場表示 安排成員 入住酒店議題示威 但多派成員 仍遭到拘捕 人大常委不代表, 人大常委不代表 人大常委不代表 你去cely inverter 是否被人救了出來 好,我們麻煩大家拿出你的電筒 我就站在酒店的門外 然後我就說 我來這裡站一會,行不行 對面保安就跟我說 不行,你沒權站在這裡 我就心想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褲袋就有一張時卡在這裡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保安 就可以在他的門口說一句 他的住客走 但是他們不是用 先生請你離開 他們是說 你再不走 我們就用適度的武力去抬你走 那我想問 你抬我走你也算了 那邊保安我知道你聽到的 你抬我走 你扔我去花槽那裡 然後幾個警察和警察圍著我 又抬我又成這樣 我現在的胃 即中間這個胃就很痛了 黑源電視記者 文靜雯報道